本节课的一个案例啊 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个呢 是我们采集主播的一个照片数据 啊 照片 照片 第二个 然后的话 对于我们这些照片进行一个检测啊 对于我们的一个照片 为什么老是打招聘啊 进行一个检测人脸识别 或者说你可以理解为是一个人脸识别吧 人脸识别检测 然后进行一个打分 打分完之后的话 我们再进行第三个操作 就是什么呢 评分啊 做一个评分的一个排名 主要是分为这三个小的一个部分来的啊 没有写过啊 写过对吧 虽然我才报名几天 对吧 OK 已经开发核心面上了 那很棒 很棒 好吧 很棒 如果说大家没有写过的话 是零基础同学 也不用担心啊 跟很多同学都说过 你是零基础 有些地方没有学过 不重要 没关系 你可以先听思路 好吧 先听思路 然后课后找什么呢 找我们的一个路老师 哎 要什么 要录播和代码 然后自己去看 自己去看 但是这个录播和代码的话 需要签到的同学才有啊 就是课后会发送签到 签到的同学 是可以去找路老师 要录播和代码的 懂了吗 可以找路老师 要录播代码 但是你找退的话 是没有的啊 记住啊 找退没有的 这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 就什么呢 你们有什么不懂的地方 就是我们等一下 讲课的过程当中啊 有哪行代码 哪行代码不清楚 或者说哪个操作 不理解 都可以在公平上面提问 都能提问的 不用担心啊 都会给大家去进行一个解答的 OK啊 所以说啊 记得啊 不要不好意思啊 一定要多问啊 OK 那么首先的话 就来第一部分 去采集我们的一个主播照片 那采集的话 就是用到的是我们爬虫的相关技术 对 爬虫技术 那爬虫的一个技术的话 怎么去写呢 好多同学之前可能没有接触过爬虫 就说只是知道爬虫是用来采集数据的 只知道是采集数据的 但是怎么去写代码啊 哎怎么去完善这一个程序的话 很多同学没有这种思路 那我们就给大家去输入一下 像做爬虫的话 它有基本的一个模板 好吧 有基本的一个模板啊 爬虫的一个基本思路 相当于基本的一个模板 这个思路的话也分为两个大块 哪两个呢 嗯 给大家写一下 我还是写这里面吧 这样子说经不好看啊 第一个 第一个是呢 我们的一个数据来源分析 第二个代码实现的一个步骤过程 我们做做爬虫的话 基本上是这两个部分 第一个数据来源分析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要明确需求 明确需求 因为我们去采集数据的话 我得知道采集的网站是哪个 对 然后采集的数据是哪个 这些东西的话 都是我们要去提前去做好准备的 那我们今天要采集的网站是哪一个网站 虎牙吧 虎牙的一个新秀区的一个主播照片 对 这个链接啊 这是虎牙的一个链接 然后数据呢 就是主播的一个照片 然后还有他的一个名字 哎 主播 id啊 主播的一个昵称吧 不能说 id 昵称 这两个东西是我们想要的 既然啊 我们前提是确定了自己想要的数据之后的话 接下来就要去分析这个数据在什么地方 知道吧 第二个就要去分析我们这两个数据 在什么地方可以获得 可以获得 懂了吗 因为我们每一个网站的话 他的数据结构不一样 你要的东西也不一样 他所存储的一个位置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得要去分析一下 我们想要的这些照片数据 他在哪个地方是有的 那这个怎么去找呢 也很简单 我们一般去分析数据的话 用爬虫去分析的话 都是通过开发者工具 那这个开发者工具 他其实就是浏览器自带的一个东西啊 开发者工具 进行了一个抓包分析 这个是浏览器自带的 自带的一个什么呢 软件工具啊工具 这个抓包的话 是指的是数据包 是数据包 是这个网页相关的一些数据内容 那怎么去做呢 很简单 既然要通过开发者工具去抓包的话 那么首先第一步 就要去打开我们那个开发的工具 打开的话 很多同学写过爬虫的话 应该都知道吧 F12 对F12 或者说鼠标右键点击检查 检查选择哪一个 Network 好吧 Network 在这个里面啊 在这个里面 这就是在我们浏览器界面所去用的 来我们在这里给大家看一下 你在这个界面 你按一个什么呢 F12 按一个F12 他所给我们直接打开的这个工具的话 就是什么呢 我们所说的一个开发者工具 很多同学 你可能说打开的话 是在这边 对吧 你们有时候你的你的开发的工具是在这边 那为什么我在下面呢 是可以换的 这里的话是可以换位置的 很多同学啊 这里的话是可以调整 开发者工具所在的一个位置 放下面的话会稍微好看一点点 放下面会好看一点 知道吧 因为之前有同学问过这个问题啊 就给大家去解释一下 这第一步打开 好吧 打开之后的话 怎么去做呢 很简单啊 第二步 点击第二页 点击第二页 我们这里是第一页的一个数据 对不对 我们点击第二页啊 点击第二页 点击第二页之后呢 选择哪一个 选择这个 选择这个XHR 选择这个XHR 然后第一条数据 它就是我们想要找的一个数据包 好吧 它第一条找所对应的一个数据 就是我们要的一个什么呢 数据包 懂了吗 点击第二页 然后呢 选择哪一个 XHR XHR 然后 第一个数据包 哎 就是我们要找的一个链接地址 对吧 在这个数据包里面 它一共是多少个 从0到119 也就相当于是什么呢 120条数据 120条啊 120个数据 就对应的是我们这一个页面 它相应的一个啊 主播的一些照片和它的捏撑都在这里面 我们也可以展开看一下 比如说我们展开第一个 它这里的话有头像 这个是头像的链接 给你看一下啊 这个是头像的链接 对应的是哪个 你看这个吧 然后它的一个分区是新秀的 然后呢 它的一个直播间名字 对吧 今天的我们颜值巅峰 然后呢 它的一个主播的捏撑 对不对 OI快乐星球 然后这个封面呢 这个照片封面的话 是哪一个能链接呢 是这个链接 这个链接 就是它的一个照片的一个封面 把它复制过来啊 这就是它的一个照片的一个封面 理解了吗 在这个地方就能直接找到我们想要的一个数据源 是在什么地方 简单 简单 就这两步啊 教给大家最简单的 两步啊 两步 就这两步 都找到了吧 有没有没找到同学啊 有没有都找到了 哇 这两个没有问题的同学 来可以可以刷个新话啊 没有问题同学刷个新话 有问题的话可以问啊 有没有同学会有问题 就是说 哎 老师你怎么知道是这个数据吧 有没有同学会想想问这个 问 你怎么知道 对吧 哎 是这个数据包的 有没有同学想要问这个问题的 啊 其实很简单啊 来给你们答一下啊 如果说你要知道这个 就像我的话是一个经验啊 对于我来说的话 这也是一个经验 当你们做爬虫做多了之后的话 是很快能够去找到数据的 但是你刚开始的话 你怎么能确定他的数据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啊 你要去找他的图片的话 对吧 你要去分析的是什么 你要找他的照片 找他的照片的话 你得先去分析他照片的链接 对不对 那照片链接的话 是可以在这个img里面去找的 在这个img里面 就有我们每一张主播的一个照片 看到没有 啊 在这下面有个img 是可以过滤我们图片的一些数据的 给你们解释一下 首先选招的是这个network 它是网络面板 网络面板 对就是抓包的地方 就我们所说的一个抓包的地方 然后下面的话 它会有一排过滤的 数据过滤的一个功能区 一开始的话 我们所定位的是这个all all的话表示是什么呢 所有的一个数据包 表示的是所有的一些数据包 那我们要的是什么 我要的是照片对不对 照片是什么 图片 图片就在哪里呢 在这个img里面 这个img里面 它包含过滤的是什么呢 过滤的就是图片的数据内容 图片的数据内容 所以说在这边的话 显示的全部都是图片数据 都是图片数据 知道吧 我们可以从这个里面 能够看到它相应的一个什么呢 链接 那就可以看到它相应的一个图片链接 对不对 这个是不是我们想要的一个图片链接 啊 这个链接我们直接给它复制一下 复制一下 对吧 你也在这个地方能看到它相应的一个效果 知道我们这张图片是我要的 这张照片是我要的 对不对 那怎么分析它所有的这些在什么地方呢 你看啊 它在哪个地方有一个专门保存的一个地方 这都是单张的 有一个数据包是包含了 同时包含了他们所有的一个链接 那怎么去找呢 就通过搜索 复制这个链接里面的一部分参数 然后在这里进行一个搜索 你就能够直接找到它相对应的这个数据包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哪一个 这个 懂了吗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 如果说当你不知道直接去找这一个数据包 你不能够直接找到的话 你按照步骤去走的话 就是先找单张链接 再通过单张链接URL里面的一个参数 再去找它所有数据所在的一个什么呢 数据包 立即了吧 好吧 这是直接一点的 直接一点的 正常一点的话是先干嘛呢 第一个 第一个 先定位啊 先定位找到一张单张的一个图片链接 图片的一个URL地址 第二步 通过我们图片URL地址中的一段参数 去搜索查询所对应的一个数据包 所对应的一个什么呢 数据包 因为我们看到的话都是单张的 我们的数据的话 它肯定会在一个大的里面包裹着所有的一个数据内容的 所以说通过搜索的话 可能可以直接搜索到 对吧 如果说你不会的话 对吧 就干嘛呢 就按照我这个来 点击第二页 选择XHR 点击第一个数据包 就是我们想要的 懂了吗 这个的话就是通过什么 通过搜索啊 通过搜索抓包 分析得到的 理解了没有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 去分析数据的来源 那我数据来源是不是就很清楚啊 我只要请求哪个 请求这个链接 我的数据都在这个链接里面 只要请求这个数据包 这个里面就包含了 对不对 主播的一个尼城 他的一个什么 照片 就封面的一个照片 是不是就都有了 还有一些啊 基本的一些配置参数啊 一些基本的一些主播信息啊 都在这个里面是有的 懂了吗 好吧 这是我们去分析的一个 基本的一个流程思路啊 基本的一个流程思路 当我们分析清楚之后的话 我们如何去通过代码去实现呢 我已经知道了 他的数据是来自于这里 对不对 那我代码怎么去做呢 像爬虫的代码的话 就是四个步骤 就是四个步骤 哪四个 第一个发送请求 第二个获取数据 第三个解析数据 第四个保存数据 爬虫的基本四大步骤 基本上是不变的 这四个步骤是不变的 只是说前三步的话 可能会要多次使用 是吧 前三步啊 前三步可能说有时候 要发送二次请求啊 对啊 发送三次请求啊 只是说前三步要多次使用 但是对于我们今天的话 就只要用这四步就可以了 首先第一个发送请求的话 它是模拟浏览器 对于URL 地址发送请求 发送请求 那我们请求的一个链接是哪一个 请求链接是不是就这一个 这个就是我们要请求的一个链接地址 链接 然后呢获取数据 获取的是服务器返回的响应数据 也就是我们在开发者工具当中 所看到的这些 我要把这些数据给它汇下来 我要把把这些内容给它得到 懂了没有 就开发者工具 所对应的哪一个 response 也就是这个 这个response 我要把这里面的数据给它汇下来 这是我们第二步 第二步 第三步的话 解析数据就提取我们 想要的数据内容 因为它给我们返回的数据有很多 它给我们返回的数据有非常非常多 对啊 有一些什么新秀啊 这些七七八八的什么0啊 什么4M啊 这个又是个什么七七八八的玩意 对不对 很多 很杂 但我要的只要两个东西就行了 一个是泥层 一个是照片 对 只要两个 一个是照片 UL 还有一个什么呢 我们的一个泥层 只要这两个 有了这两个之后的话 我们就把图片保存到 本地文件夹 把我们的一个图片数据啊 把图片数据 保存到什么呢 本地文件夹就可以了 这就是最基本的 最简单的一个什么呢 爬虫流程思路 也最基本 最简单的一个 好吧 这个思路的话 有没有一些步骤 是没有太能够理解 想要问的 如果说没有的话 那就刷个鲜花 我们就开始写代码了 就把这个爬虫代码 就教大家怎么去写 有疑问的话 你是可以问的啊 可以问的 没有关系 没有的话 你就刷个鲜花 我们就写代码 写代码的话 我们也按照这个步骤来啊 没有是吧 OK 没有的话 那么首先去 发送请求 发送请求的话 在用我们代码去请求的话 我们是需要导入一个模块 需要借用到一个工具的啊 导入一个什么呢 数据请求的一个模块 import request 把importrequest 把这个模块导入进来 我们会用的 等一下我们请求的时候 会用到它 好吧 那这个模块的话 它是一个第三方模块 需要安装 pap install request 安装一下就可以了 安装的话 还是比较简单的啊 这里应该 没有同学需要讲安装的吧 请求链接 那么在请求链接的话 我就用一个变量名 去接受一下这个链接地址 我就直接把这个链接复制过来 啊 我也可以发给你们 哎 为什么是灰色的 对吧 啊 为什么是灰色的 有同学问了 OK 对啊 我们没讲 有同学问了 我之前都都会讲的 但是我这次没讲 然后有同学问到了 因为之前的话都没人问我 有位同学给他解答一下 为什么是灰色的 有没有同学 能给这个小星空同学解答一下 哎 没有使用 对的 没有使用 所以说它是灰色的 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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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因为是灰色的话 是因为没有使用 就这么灰色 就是没使用 带使用啊 它是带机的一个状态 你没有使用它 它就是个灰色的 如果说我在这里用的话 你看到没有 哦 我在下面用的话 它就会亮起来 懂了吧 它不是包错哦 小星空同学 你记得吗 OK 来我们模拟浏览器 哦 是的 哦 否 对吧 不要说哦哦 哦的话我就说否的 对啊 你不知道有没有同学听过这个梗呢 哦 否 有没有同学了解过它 OK 那我们这里的话 再去模拟一下 我们的浏览器啊 模拟浏览器的话 我们所使用到的是一个什么呢 呃 Headers请求头 啊 没有听说过啊 好吧 伪装啊 模拟 是用的是什么呢 Headers请求头 说着说着就开车了 并没有啊 并没有啊 好吧 Headers请求头 这个Headers请求头的话 我们是可以直接去复制的 可以直接去复制的 在哪里复制呢 在我们这个开发者工具当中 你点击这个Headers 它下面会有这么几个东西 有这么几个玩意儿 来给你们提几个图 首先第一个的话 是我们刚刚复制过来的一个什么 请求链接 这个是请求链接 下面这个GETS的话 是我们的一个请求方法 请求方法 等一下我们也要用一个GETS的一个请求方法 去请求的 这个200的话是一个状态码 状态码 下面这个ResponseHeaders的话 是响应头 响应头 我们的请求头是哪一个呢 这个RequestHeaders 这个就是请求头 哇 这个是请求头 这个呢 是响应头啊 记住啊 不要搞混了 不要搞混了 那这个请求头里面 它一共有15个参数字段 对吧 它一共有15个 15个的话 我们去用来 呃伪装的话 我没有必要啊 大家记住啊 这15个的话 你没有必要说全部给它复制下来 我们正常的话 加的是哪一个呢 加的是这个UserAgent 加的是这个UA 把这个UA 给它复制过来就可以了 加上我们相应的一个引号 一定要加引号 因为我们的请求头 它是字典的数据类型 要构建完整的建制队 就像是什么 要把引号加上 加上 好吧 把引号加上 OK了之后的话 我们再去通过Request 模块里面的一个什么 get请求 这个为什么是get 就源自于在这里 因为它这个地方用的是一个get请求 那我们在代码当中的话 哎 这个地方也是用get 就要跟它一致 对吧 它喜欢什么样的人 我们就用什么样的一个方法 那么它是用什么方法 我们就喜欢用什么方法 就比如说你一些女孩子对吧 啊 喜欢穿的帅气一点的对吧 喜欢高一点的 那我们就尽量长高一点啊 长高一点 好吧 来发送请求 OK 咱们再打印一下这个print Response 打印一下这个啊 这就是我们发送请求的代码啊 他会给我们返回一个200 会返回一个200啊 Response 200 这个Response 200的话 它是响应对象的意思 响应对象 表示是请求成功 说明我们对于这个链接 通过代码去请求的话 是请求成功了 是请求好了 是OK了的 没有问题了的 懂了吗 这就是我们通过这简单的几行 一二三四行代码 加一个输出五行代码嘛 就五行代码就能够发送的一个请求 那这几个的话 给大家讲一下常见的一些报错啊 就你们可能会写代码的时候会遇到的一些报错 遇到了一个报错 给大家去讲一下 报错最主要会出现在哪个地方呢 在这个地方 在我们这一个headers 这个headers你们是比较容易犯错的 比较容易犯错的啊 比如说 很多东西说老师你是复制这个过来 对不对 加上引号 OK那我复制过来 加上引号 对啊就这样子 如果说你只是这样写的话 他会报错的 他会报错的 懂了吗 报错的是哪一个呢 就是这个113行 对113行 其实就是来自于这个headers里面 是因为你传的这个参数有问题 因为我们这里是要 是一个字典的数据类型 你如果说只是加了个这么个引号的话 它是一个什么 它是一个set集合 它是个集合 懂了吗 你这个的话要变成一个字典的 而不是一个集合 懂了没有 所以说你要去加引号 那加引号的话 如果说你的位置加的不对 比如说这里留了个空格 他也是会报错的 懂了吗 你这个地方留了个空格 他也会报错 你看到没有 他会这里告诉你 这里有个空格 所以说这个地方也不能留空格 里面不能留空格 外面有空格的话就没问题 懂了吗 这是常见的一些报错啊 就关于我们这个请求头的时候 你会遇到的一些错误 就这两个 就这两个 比较基本的 比较基本的 也容易犯的 OK 那么请求OK的话 我们接下来就干嘛呢 去获取数据 把我们这个数据给它获取下来 那获取数据的话 我获取的是这个里面啊 获取的是这里面的一个数据流 是这个response 像很多同学 这里也会有一个报错 这里也有个非常非常常见的一个报错 是什么呢 很多同学会看到像这种数据 有点像什么呢 我们的一个节省数据 就像我们的一个节省 很多同学会直接获取一个节省 你如果说像我们这个代码的话 你直接获取节省 它是会报错的 它会报错的 报的就是什么呢 这个错误也是非常常见的 它不是一个完整的一个节省数据格式 不是一个完整的一个节省数据格式啊 为什么呢 给大家说一下 这个报错的话是要讲一下的 原因 原因是获取的一个数据 不是完整的一个节省数据格式 或者说它不是一个节省数据 对不对 那怎么去解决呢 对啊 怎么去解决啊 教大家 解决的方法 首先第一个的话 你得获取一下它的一个文本数据 获取它的文本 看一下查看数据返回的一个效果 先看数据返回的一个效果是什么样子 文本 就是什么呢 点上一个text 点上一个text来运行一下 当我们获取一个text之后的话 它有给我们返回相应的数据 它有数据 但是这个数据的话 我们要的是这个中括号这里面的数据内容 但是它返回的是个这个玩意 是个这么个玩意 这里的话 它的数据效果如果说你遇到这种情况 有两种解决方法 有两种解决方法 第一种 通过正折 表达是 提取数据 提取里面的数据内容 提取数据内容 第二种 第二种解决方法 删掉 请求参数 先删掉请求链接里面的一个什么 参数 哪个参数 callback 把这个callback给它删掉 就请求链接里面 它会有一个callback等于等于什么什么东西的 那在这个里面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的一个请求链接里面会有一个callback等于等于什么东西的 callback看到没 看到没有 它有一个callback等于啥玩意的 你把这一段内容直接给它删掉 直接给它删了 懂了 把这一段内容直接给它删了 删了之后的话 你再去获取它的一个接生数据 它就不会报错的 这个的话就不会报错了 懂了吗 然后返回来就是我们的一个字典的一个数据内容 利不利解 这是大家会经常犯的一个错误 很多同学在写爬童的时候会经常出现这个问题 区费没有 关于发送请求和获取数据有没有问题 有问题同学问一下 有问题同学 可以call个五 没有问题同学可以call个六 好不好 没有问题是吧 没有吧 OK 好的 那么接下来的话就是第三步 解析数据 解析数据 我们这里获取到的是什么呢 我们这个response.json的话 所获取到的是我们的一个字典的数据类型 它这个玩意返回的是一个字典啊 它是个字典 字典的话 那我就可以根据什么呢 根据剑直对取值 根据剑直对取值 那剑直对的话 完了 剑直对是个啥 对吧 其实就是根据冒号 左边的内容 提取冒号右边的一个内容 冒号左边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剑 右边呢 就是我们的值啊 它们是两两相对的 对吧 两两相对的 有剑就有值啊 对吧 有剑有值的 它剑和直是挨着一起的 看到没 这个就是什么 剑 这个就是直啊 不是那个下剑的剑啊 这是一个键盘的键 这两个合起来的话 这一个整体啊 这个整体就叫做剑直对 这个是个剑直对 这是个剑直对 知道吗 然后后面你看到没有 后面有一个很长的 这么这么长的 这这一大段后面的话 它也是个剑直对 它也是个剑直对 所以说我要取里面的内容的话 我首先取什么 我首先是不是应该取这个data 是不是先取这个data 先把它这个data 后面后面的内容给它 后面的数据给它获取下来 直接加上它的一个界名就可以了 取这个 那对着 来我们直接 它是不是就把这边的数据 给我们返回出来了 然后我们想要的内容在哪里 在这个data s里面 我再取它这个data s 那它就会把这个列表 给我们返回出来 把这个列表给我们返回出来 看到没 这就是一层一层往下去啊 就跟什么呢 我们经常说的 就跟脱衣服一样 我们最终想要的是什么呢 想要的是这里面的数据 那我先干嘛呢 先把它的外套给它脱了 把外套脱了之后的话 它会返回这边的内容 对吧 把外套脱了 它会返回这边的内容 然后我再把里面的一个什么 卫衣给它退了 脱了脱了 然后它是干嘛呢 返回的是这个内容 对没有 那这个的话 就是我们想要的一个什么呢 120条的一个主播数据信息 120条的一个主播信息 然后它返回的是一个什么 中括号 是个列表 列表的话 我要把里面的元素给它取出来 就要通过我们的一个复循环便利 对 复循环便利 提取我们列表里面的一个元素 就一个个提取 应该说一个一个提取列表里面的元素 那我们直接复便利一下 复我们index in哪一个 in这个列表 加上我们的冒号 那我们打印一下这个index 它就会把这些数据一个一个打印出来 原本的话 你打印这个是在一行里面嘛 那我们通过复循环的话 就相当于把这里面的东西一个个提取出来了 我们120条的一个信息内容 是不是就出来了 看到没有 这是我们想要的 那它返回的又是一个什么 它返回的又是个列表 反不配返回的又是个字典啊 又是个字典 那我同样的根据字典取值提取里面的内容就可以了 那么提取它的一个照片 对照片 照片的话imgul 等于哪个index取哪一个 它的照片是哪一个 照片的一个界名的话 我们看一下 就这个吧 然后呢 还有提取我们的一个名字 提取利称 利称的话 我们就跟name去接收一下 是哪一个 利称是哪个 是这个吧 OK是这个 那这样的话 我们想要的一个 利称和我们的一个图片链接 它就出来了 它就出来了 就这么简单的一个东西 是不是 每一张照片 对不对 是不是出来了 OK啊 都非常好看啊 都非常好看 明白了吧 有没有 这不是挺简单的呢 那我们有了这个数据之后的话 对啊 我们第三步做完了 那么接下来干嘛 第四步嘛 是不是 第四步 保存数据 明白吧 明白吧 知道每行代码是干嘛的就可以了 其实像我们用的都是一些基础语法知识 这个是字典的取值 对啊 这个是字典的取值 这也是字典的取值 然后这个是负循环便利 也是我们基础里面的知识 都是属于基础知识的一个内容 你看 我们今天讲的不会说很复杂 我们用到哪一个 字典取值是哪里呢 这个基础语法里面的数据类型 数据容器 取值 然后用了什么负便利循环 然后也是基础的知识点 负循环便利 看到没 然后我们那个printer输出函数 是不是 这些都是一些基础的知识 那么现在有了链接之后的话 我们去保存数据啊 保存数据的话 也是需要干嘛呢 需要对于图片的链接 对于图片的一个链接去发送请求 不是缝销啊 发送 发送请求 然后获取它的一个 二进制的一个数据 也就是说 获取它的一个什么呢 图片的一个数据 图片的一个数据 那发送请求的话 还是request嘛 点上一个get请求 URL 等于哪个IMGURL 我们的一个请求图 也给它加上 然后获取它的一个什么 二进制的数据 那就点上一个content就可以了 那这个的话 就是我们图片的一个内容 图片的一个数据 IMGcontent 获取图片的二进制数据 二进制数据 然后再进行一个保存 数据获取下来了 那么再进行一个保存 用vis open的一个方法 vis open 然后我们给个文件夹 IMG文件夹 加上我们net文件名 以它的名字作为命名 加上那个文件名 然后文件格式 我们也给它加上去 然后保存方式呢 二进制的一个保存 sf 从命名为f 然后再去写入 我们的这个数据内容 这样的话 我们相应的一些图片的话 我们的照片 它就会自动保存 在这个IMG的一个文件夹里面 我们这样子运行啊 这里是个空的 我运行出来的话 就会在这里了 图片是不是就出来了 看到没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图片内容 图片内容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像这个的话 可能我们的同学 对于这一串 不太能够理解啊 不太能够理解 给你讲一下 像这个 前面这一段呢 它是我们的一个文件夹 文件夹啊 文件夹的一个名字 后面这个name的话 就是我们的一个文件名 就用这个name 就是用它的一个捏成 作为它的一个文件名名 然后后面这个 就是文件的一个格式 我们图片的话 不是GPG的话 不是点GPG 就是点PNG嘛 是吧 基本上就这两个 或者说其他的也可以嘛 那这个mod的话 就是保存方式 二进制 保存 对 二进制保存 它是一个保存方式 WB 二进制保存 因为我像我们的图片啊 都是二进制的一些数据 就给它以一个 二进制的一个方式 进行一个数据保存 就OK了 那我们相应的一个数据的话 就出来了 我们120个主播的一个照片 120个主播的照片 是不是出来了 对啊 有些还挺好看的 对啊 还挺好看的 非常好看啊 非常好看 那有了这些之后的话 我们就可以去做什么呢 做人力检测了 做人力识别了 好吧 这个读不出 不出嘛 不应该是不错嘛 打得有点激动啊 激动的 少漏了一个 有没有想问的 都听懂了吗 来都听懂的同学啊 来可以 扣个666了 对吧 你都看到效果了 也都听懂了 那你还不给老师扣个666 是吧 也表示你自己在听的啊 有问题的话可以问啊 给你们解答了 很多同学我相信啊 还是有一些同学 他会觉得 哎 老师我好像刚刚 有一点点 有一点点不太清楚啊 不太清楚 对吧 你可以 问一下 对没有是吧 OK 那我们现在的话 就是做第一次签到啊 那我们现在啊 做第一次签到啊 我们第一次签到啊 做第一次的一个签到 那接下来啊 第一次签到 签到的同学啊 可以干嘛呢 可以加我们的 罗老师啊 找罗老师 对吧 先获取爬虫部分的 一个代码啊 对 来我们先来签到一下 证明我们这一部分同学在的啊 来我们签个到 看一下 来我们还有40多位同学 啊 你现在要我问个问题 我也不知道不晓得 没关系 对吧 那你先签到 签到先把这个代码 对吧 都写了注释 到时候你抠后的话 可以去看一看 到时候抠后不懂的话 你到时候再来问我 好吧 抠后你到时候不清楚的话 你到时候再来问我 明白了吧 OK啊 那我们这些签到的同学啊 这些签到的同学 可以去找我们的罗老师 让他哎 发给你啊 发给你 对啊 发给你啊 发给你的一个什么呢 代码啊 到时候扣给把把这部分代码发给你啊 这部分的 OK 来 那我们接下来就继续啊 我们有了图片之后啊 我们就来做一个人力检测 但人力检测的话 我们教大家一个比较简单的 干嘛 调用api接口 教你们用api接口去操作 那我们这边的话给大家注释一下 因为这个爬虫代码的话 因为这个爬虫代码的话暂时可以不用了 好吧 来第二部分内容 人力检测 人力检测识别 然后进行一个什么呢 颜值评分 这个的话我们教大家是一个最简单的 是用的是呢 使用百度云的api接口 教你们怎么去用百度云的api接口 这个很简单 首先的话 你得去准备两个东西 第一个 注册一个账号 自己注册一个账号啊 注册一个百度云的一个账号 算你不会的话 我们也有准备啊 我这里的话有一个 有个文档 我之前提前给他已经写过一个文档 这个文档的话 你们也可以去找路老师要 文档的话 你也可以去找路老师要 就先登录百度云 登录百度云之后的话 你要自己注册一个账号 是吧 进来之后自己注册一下 注册完之后的话 点击这个控制台啊 这个文本的话 你们可以去找路老师要一下 那我们现在的话教你们怎么去做 好吧 教你们怎么做啊 按照这个步骤来啊 首先的话 我们去到百度云 搜索一个百度云 打进来 进来之后 你没有账号 你就注册一个账号 有账号的话 你就直接登录啊 我这里的话是有有账号的 那么直接登录一下就可以了 账号登录 对啊 来登录一下 登录进来之后呢 点击这个控制台啊 点击控制台 控制台的话 它这边会有很多的一些内容的 这边的话是有很多的一些选项 一些产品服务啊 对啊 有非常非常多 你要做文字识别也可以 做图像识别也可以 做人脸也可以 做语音识别也可以 对啊 做图像搜索也可以 机器人啊 都行 它有很多的一个选项 那我们今天要做的是吗 就是图像识别嘛 但人脸识别 图像是人脸识别嘛 我们就点个人脸识别 或者说你在这里搜也可以 搜一个人脸识别也可以 但在这里搜一个人脸识别也可以 啊 点击来 点击来之后的话 你要去创建一个应用 对啊 你要自己去创建应用 我这里已经创建好了 你没有的话 那你就干嘛呢 在这个应用列表里面啊 在这个应用列表 你去创建一下 自己点击创建 创建好了之后呢 对不对 创建好了之后 这个是免费的哦 这个是免费 创建好了之后的话 你可以点击这个 去免费领取资源 免费的 实名一下就可以了 对 实名认证一下就可以了 实名就可以直接免费用了 懂了吗 就可以免费用了 它不是付费的啊 懂了吗 然后的话啊 然后呢 我们啊 就创建好了之后的话 我这里有啊 那怎么去用呢 这里会有一个技术文档 我们打开这个技术文档 它这里有专门的技术文档 教你怎么用的 打开之后的话 我们是用人脸检测啊 人脸检测 首先第一步 第一步是干嘛呢 获取它的这个token 对啊 我们注册账号 第二个呢 是创建应用 创建应用完之后的话 我们领取资源 免费资源 是不是啊 领取完免费资源之后的话 点击技术文档 哇 点击技术文档 点完技术文档之后的话 我们接下来第四步 做一个什么呢 ACC token的一个获取 做这个token的一个获取 这个的话 它是有现成的代码的 对啊 我们可以直接获取一下 这个token了 它的token 直接把这个 我们用的是Python嘛 我把放大一点 有些同学可能看不见 看不清 我们用的是Python 直接把Python这一边 代码直接复制过来 就可以了 复制 粘贴 那这个我们已经有了 就不用导入了 复制粘贴 对不对 复制粘贴完之后的话 它这个链接 是需要你传两个参数的 两个参数的 一个是AK 一个是SK 那这个AK和SK的话 在什么地方呢 对在哪里呢 在我们的一个 应用管理这里 是吧 应用管理这里 在这个的话 这AP API key 和这个SK 就在这里 我们直接给它 复制过来就可以了 在我们用的是哪个 我们随便用一个吧 用第二个吧 复制过来 粘贴上去 还有我们这个SK 复制 对啊 然后呢 粘贴 粘贴啊 就可以了 这样子运行的话 它就会返回相应的一个数据 它就会把这些数据给我们返回出来 返回出来之后的话 我们只需要提取哪一个呢 把这个提取出来就可以了 取它这个ACC token 把这个玩意啊 它里面有的 那 就根据字典取值嘛 给它取出来就可以了 直接给它取出来 那我们就是这个等于哪一个呢 等于response 点节省 再去哪一个 取这个 这样的话 我们这个ACC token的话 我们就取取出来了 大致第一步啊 获取我们的一个token啊 获取完token之后的话 哎 它下面的话就有相应的 教你教你怎么去用了 那教你怎么去用了啊 这里的话会有代码 对吧 代码的话 你要传相应的参数 看吧 你你传相应的字段的话 它会返回相应的内容 那这些字段的话 你可以看一下 它会有有哪些可以传的 你都可以看啊 都可以看 对吧 那这些是请求参数 对 你要传哪些请求参数 然后它会返回 什么样的一个结果给你 哎 表示是什么 它这里都有显示的啊 都有显示的 那我们把这个给它扶住过来 也扶住过来 扶住过来 OK 那我们把这个代码的话 改一下 改一下 这样的话不好看 改一下 改一下 然后这里的话 是不是要我们干嘛 来 这里是不是要我们去调用一下 token 那我这个token 是不是前面已经获取到了 这里已经获取到了 那我这个的话是不是可以删掉 就可以不用要了 可以删掉 对啊 可以删掉 OK吧 就给它删了 删了之后的话 我们现在要改的是哪一个呢 就改的是这里面的 改的是这里面的一个参数 首先 这一个是图片数据 对啊 这个是图片数据 然后呢 我们的图片类型 我们图片类型的话 我们用的是一个 呃 bs bas 64的 因为我们去读片的话 是bs64的 然后的话 在这边的话 我们是要做的是什么呢 颜值检测 做的是颜值检测 给个beauty beau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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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auty怎么打来的 我一下子忘了 好 是这个吧 没错吧 漂亮的 beauty 对的 没毛病 一下子忘记打了 好吧 像这个的话是图片数据 那图片的数据的话 我这里是不是 我是要读取一张图片 我这里话就要读取啊 我这里话就做一个读取啊 那我在这个地方 我读取一下 读取 嗯 在哪里写呢 我在这里写吧 在这里写啊 我们读取一张图片 啊 读出数据 那我们就用一个什么呢 用一个 呃 img content 这个写好一点 等于什么呢 op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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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取这个文件里面的内容啊 我们就读取img 文件夹里面的哪一个 随便选一个吧 送源啊 我随便选一个 modal 等于一个rb 啊 我们读取的方式是什么呢 读取的是他的一个二进制 因为我们前面去过去 的话 获取的也是一个二进制啊 对 我们读取相应的数据的话 读取也是什么呢 也是一个二进制的一个数据 对吧 也是一个二进制的 rb 然后读取出来之后的话 我们点上一个什么呢 啊 点上一个read啊 读取出来 大家点上一个read的读取 然后的话 再把我们这个数据 给它转换成 base64的一个编码格式 那在这个地方的话 就导入我们的一个这个 base64 给导进来 然后给它转一下码 点上我们的一个bsencording 给它进行一个转码 就把哪一个呢 把这个img给它传进去 那它的话 就是我们的一个 的一个数据 把这个数据直接传到哪里 传这里面 传这个里面 传进来 传进来之后的话 它就会给我们返回相应的一个数据 这个数据的话 帮我们改一下 接生在他 运行 那这里的话就有相应的一个数据啊 我们的数据的话 可能你呢 这个就是颜值评分 beauty 这个就是颜值评分 82分 这个就是它的一个颜值评分 82.5 那美女对啊 评分是82.5 懂了吗 这个会用了吧 打会用了吧 然后它的一个宽高啊 一些七七八八的东西 一些图片数据的话 都是有的 都是有的 然后它的颜值82 然后它是男的是女的 呃 男女的话 人 人脸概率是一 然后男女的话是哪一个来着 我一下子忘了 我看一下 它返回男女的话是哪一个 男女的话 还有笑容的 有些是笑容的 有些是男性女性的话 它也会有显示的 好吧 那我们接下来就把它的一个颜值 给它取出来就可以了 通过我们字典取值啊 通过字典 字典取值的一个方式 把它这个什么呢 颜值的一个内容 给它记住出来 那么用一个 number吧 去接受一下 接生data 取哪一个呢 先取我们这个结果 取的是这个结果 取这个结果 它会把结果右边的内容 给我们返回出来 返回出来之后的话 再取它这个 Face Face list 再取它 再取这个Face list 来我们再运行一下 那Face list 取来之后的话 它是一个列表 对啊 是个列表 对对 列表的话 那我是不是给它取出来 取个零 取个零 列表取 首先取直取个零 取出来 再取什么呢 再取它这个beauty beauty 那这样的话它的颜值就出来了 它的颜值就出来了 对吗 它的颜值就出来了 OK啊 这是 这是做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东西啊 最基本的一个东西 最最最最最最最基本的一个内容 OK啊 那我们把这个的话给它封装成一个函数啊 给它封装成一个函数 我把这个数据给它封装成一个函数 DF DF的话我们的一个 评分吧 评分的话我们直接来一个吧 来一个scot 翻译替换 评分 OK定义了函数之后的话 我要传哪个参数呢 传一个文件的一个什么呢 文件路径 给它传入一个文件路径 定一个函数 这个feel的话就是文件路径 哪就哪里 就这个吧 我把文件路径给它传进去 那我这里的话直接用一个feel 到文件路径 传进去 然后读取相应的内容 对不对 然后返回数据呢 return 返回哪一个 返回我们这个number 返回这个number 但是有一种情况啊 我告诉你们啊 就有一种情况 它可能会识别失败 它有识别失败的可能 识别失败的话 我们就给它做一个异常补货就可以了 在这个地方我们做一个异常补货 给它串一下 如果说识别成功的话 我们就返回这个数据 如果说是失败的话 对吧 失败的话 我们就给它干嘛呢 返回 return一个什么呢 识别失败 成功的话 我就返回分数 失败的话 我就干嘛呢 就做一个识别失败的一个情况 定义好这么一个函数 定义好函数之后的话 那我要对于这些主播进行 都要进行打分 那我是不是得干嘛呢 先把这个文件给它读取出来 先获取什么 我要去对所有的一个照片 所有的一个照片 进行一个颜值的一个检测 那我是要干嘛 是要读取所有的一个 要获取什么 文件路径吧 文件路径 还有什么呢 文件名字嘛 对不对 那这个的话 就要用到我们文件操作的一个模块了 import我们的一个OS 文件操作的一个模块 importOS OS点上一个什么呢 list.r 把我们这个文件夹 给它加上去 文件夹 然后它会返回一个fills 它就会把我们所有的一个文件名字 就给我们直接打印出来 所有的文件名 所有的 所有的文件名都出来了 出来了之后呢 我是不是给它便利一下 for什么呢 for fill 因为我们那个fills 给它便利出来 然后给它完整一下 fills name img 加上什么呢 我们那个fills 这就是完整的一个什么 完整的路径 完整的一个相对的路径 有它的一个文件夹 有它的一个什么呢 有它的一个文件名 是不是 那我把这个给它干嘛呢 传到这个函数里面 对 我给它直接传到这个 传到这个里面去 传进去 传进去之后的话 它就会给我们返回一个什么呢 给我们返回一个result的一个结果 会给我们返回结果 那这个结果的话 我们可以打印看一下 可以打印看一下 那6767 十倍失败 有十倍失败的 对不对 有十倍失败的 有十倍成功的 那这里就有问题了 这个评分的话 67 你能知道这67是哪一个人吗 那这个67分是谁吗 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它是谁 不知道了怎么办呢 那我是不是要给干嘛呢 我的文件夹 你看 我这个feel 是不是有它的名字 我这个feel是不是有名字 那我把这个名字给它取出来 对吧 给它取出来 我用个name 等于什么呢 等于这个feel 点上一个什么呢 split 是吧 split 然后以一个什么 点作为一个分割 取它的一个零 取它一个零 或者说你做一个切片 取它 这边啊 富士啊 也可以啊 取个这样子 富士也可以 就比如说这样子 富士啊 但你这样子切片也可以啊 用这个方法也可以啊 这样的话 它的名字就出来了 那 短量这样就可以啊 做个切片吧 那我就直接做一个切片 切片 名字打印一下 再打印什么呢 再打印它这个分数 再打印这个分数 我就知道 谁是识别成功的 谁是识别失败的 它的分数是多少 那为什么这个识别失败了 我看一下 然后再打印一下 明镜子打印象 还是 明镜子打印象